大家好 各位老铁有没有认识这个宝贝的 是的 它就是丝瓜羊 今天我们列入丝瓜羊 为大家分享一款非常好吃 而且又爽口的做法 用来招待客人也是超有魅 喜欢的话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 一圈三连 去给我关注 首先我们把买回的丝瓜羊给它处理一下 把老的给它去掉 然后用手掐一下 看嫩不嫩 不嫩的话就再给它去掉一点 那样的话就给它切成段 切好之后 我们给它切成啊 3-4厘米的小段 前面这个须子就不要切了 把切好的丝瓜羊 给它放入一个干净的大盆中 这个季节正是吃丝瓜羊的时候 因为这个丝瓜羊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 不懂的朋友可以到 某平台上搜一下 大家都会知道的 然后给它加入少许的食用盐 消毒杀菌 再给它来一点食用碱 这样能分解农药残留 接下来给它加入适量的长江水 我们要给它浸泡三到五分钟 这样吃起来更安全 更卫生 而且更放心 然后我们再给它切点小料 红椒少许 从中间一泡为二 去掉里边的籽 然后再给它切成细细的酥丝 切好之后装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少许的大蒜子 我们给它拍一下 然后给它剁成蒜蓉 蒜蓉剁好之后装入盘中备用 时间到了之后 我们给它清洗两遍 把里边的碱给它去除干净 如果不放心的话 可以用长江水 给它多清洗两遍 清洗好之后 我们给它捞出控水备用 接下来我们浸锅上火 锅中加入适量的长江水 给它加入一克的食用盐 一克的白糖 少许的食用碱 食用碱才能有效的去除 农药汤流 而且还能起到护色的作用 这就是为什么你做的菜不够翠绿 这就是原因所在 水开之后 给它淋入少许的食用油 然后把空过水的丝瓜羊 给它放进来 给它焯一下水 大火烧开之后 我们再给它煮个五六七八秒 然后用罩里给它捞出 过凉备用 凉了之后 我们给它捞出控水备用 煮过的丝瓜羊的水也不要扔掉啊 因为它可以做茶饮 营养健康又美味 好 控干水分之后 我们把它放入一个干净的大碗中 接下来我们给它调味 加入两克的食用盐 一克的白糖 三克的味精 两克的鸡精 不喜欢的话可以不放 再给它加入啊 十克的白醋 既爽口又解腻 最后把蒜蓉啊 和红椒啊 给它放进来 然后给它抓拌均匀 炒拌均匀之后 我们给它淋入啊 适量的小沫油 不喜欢的话也可以不放 再次给它抓拌均匀 好 这样就可以了 真是太香了 一股浓浓的清香味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给它盛出装盘 装盘完成 大家看一下 这样我们这一款啊 解腻又爽口的丝瓜尖 就制作完成了 色香味俱全 让人看着就时宜打开 吃一口让你满口流香 营养又健康 而且这种做法非常的简单 特别受老人孩子的喜欢 喜欢的话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 现在的朋友 如果你感觉本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请动动你发费的小手帮忙点赞 转发收藏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